随着科技发展,世卫游牧这种工作方式是越来越普及 2024年4月,意大利也加入世卫游牧族 希望能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到访 并且积极扩张观光消费效应 有促于这个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来看国际记者来自意大利米兰的采访报道 2024年,意大利正式加入游牧的议员 目前全球五大洲已有超过50个国家 推出世卫游牧签证 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欧陆国家 为吸引高端科技人才进驻 在意大利内政部颁布的法令中 要求申请人月收入至少2700欧元 约薪台币9万5000元 并拥有私人健康保险 以及至少六个月的远距工作经验等规范 借此吸引高所得的外籍人士 如今意大利停留办公 毕业后进入米兰艺术出版公司任职的Angela 成为远距工作者已近半年的时间 第一是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偏设计方面 所以灵感的降临很重要 那以前就是朝九晚五的时候 可能我一整天下来 我发现完全没有任何灵感 然后回家以后呢 灵感降临又继续工作 所以其实整体下来 我觉得效率没有很高 我可以去公园散散步 可以去博物馆、美术馆 照照灵感跟朋友们聊聊天 就是更好的利用每一个时间 疫情的发生 加速远距办公的普及 而欧洲早已是 数位游牧族群首选 其中意大利 更是欧陆重要的交通枢纽 意大利有一些诱因 因为意大利它在欧洲 算是一个交通很便利 它去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 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如果说 对于这个以世界为家 这样子的一个新形态的工作者来讲 那把它的一个据点放在意大利 我觉得在交通上是有优势的 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 意大利它本身这个国家 它有全世界最具有 这个吸引力的 这个文化艺术 就整体的生活物价指数来讲 其实还是算便宜的 现代科技实践远居办公的愿景 除了网络工具的优化 工作者高度的自主性专注力 才是实践随处工作风潮的主要因素 公事国际记者王雪敬 意大利米兰采访报道 就是费量的 您的费量和 ط量的一个